Vento 直接装到硬碟 在 Windows 底下好像没发现这个程式 在 Linux 下可以试试看 它有这一支 程式可以用 在 ISO 里面好像也没发现 这一支程式可以帮你装到硬碟里面去 这一支 SH 那你下载完解压缩完你可以再开启纵端机 那支星这支程式真的要非常小心 真的要非常小心 因为 它会格式化你的硬碟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就傻了 真的就傻了 首先你可以DF看一下 你的硬碟 DF-H 看一下你的硬碟 硬碟 以 SDA 2 来说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硬碟的状态 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硬碟 是哪一颗 或者你用 G Party 也可以 G Party 我们来看一下 G Party 你先弄清楚你的硬碟是哪一颗 像这一颗是我本身在用的200多G的硬碟 那我的 另外一颗是120G的硬碟 这叫 Sdb 你绝对要弄清楚硬碟代号 硬碟代号 一定要清楚 不清楚的话 后面就会很惨 你格式化到你本身的硬碟 你的机器就全部都会 大概资料全部都会被清掉 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执行状况 第1个 S 速度要用最高权限 执行 目前资料夹下的 Mental to Disk Sh 按下 Enter 他要你速入密码 他不会帮你做的 因为你没有告诉他哪一颗硬碟 他会非常的在意 所以他这边告诉你说减i是安装到什么硬碟 你要告诉他 Sd 几 Sd几 那 你一定要搞清楚再讲一次 你一定要搞清楚你是哪一颗硬碟 那刚才讲过 你建议你用Disk或者是 G-Party 确认一下 你这一颗硬碟的代号 这个叫 Sdb Sdb硬碟 好 那我们就 把它装到 Sdb来看 一样 速度之后 这个 Dev底下的 Sdb 哪一颗硬碟 我要装到哪一颗硬碟 按下Enter 记得要加减i 安装 要加一个减i 按下Enter 好 他告诉你 已经装过了 这已经装过了 Sdb 已经装过了 好我们把它格式化掉重新让他再做一次试试看 他告诉你说可以用-u来更新就好 不需要再装 好我们再把它 删掉好了 把这个分割区删掉 好我们要做的是Sdb 把这个分割区删掉 把这个分割区删掉 空的 删光 删完了 好我们回来这里 再做一次 安装 好大家就说 他已经找到了Sdb 什么硬碟 按Y 是不是要执行4 我们就按下Y 让他做 再警告一次 你的资料会遗失 如果你选到你的 主要硬碟就很惨了 好这边特别注意 好 他开始帮你做 好这边可以看到他还是帮你做 EXF EXTFS EXF EXFATFS 这个格式 所以他做完之后你还是会看到一个Ventor的资料夹 你还是会看到一个Ventor的资料夹 那我们再来一次 这个无法存取的 好那我们再看一次G-Party 好个人习惯 做完我一定会再检查一次 你看一样他是这一个 所以记得我们还是会把它格式化为 NTFS 建议还是再把它格式化一次 NTFS 好 另外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说 像刚才这里我再做一次好了 你会发现奇怪那个 硬碟资讯乖乖 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再插把一次 好看这里 这个打一个 这个红色的 好有没有 那我们再插把一次 好我们再插把一次水深硬点 好 我们再来看一次 好我们再来看 SDB 这个时候他就会 出现EXFAT 的档案格式 那你要做的是把它卸载 再格式化一次 好当然你要用指令格式化是一定也是没问题的 那图形界面大家比较熟悉 我们用图形界面来带大家 来做 好 那 执行为NT 格式化为NTFS 是方便我们 做后续 真的要用 商业软体的时候 我们要跑 VHD 或VHD X 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的 所以我们 先把它格式化为NTFS 我们最后的 我们我们就给一些 感谢 词 加 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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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